其實我以前小時候的夢想就是可以做一個裝置藝術家、畫家、導演或者是一個美術指導 我覺得有他的喜怒哀樂 因為其實入了娛樂圈之後可以做到一個歌手和演員 都是我其中一個夢想 而導演方面我又可以指導我自己的MV 自己做自己MV的導演 還有現在也有做其他人的MV的導演 還有美子、服裝指導 那畫家就在我很多專輯裡面都有畫畫 所以其實在我這個好像做藝術這個生涯裡面 也可以完成到我很多以前小時候想做的夢想 但也有他的困難 就是因為做藝術有很多很複雜的東西 是有時候會令到你氣餒 或者令到你覺得我到底是不是應該放棄呢 付出那麼多時間、心血 是不是真的值得呢 但我覺得如果你真的知道自己的夢想是什麼時候 其實接近它 不一定得到 但接近它 你應該都已經覺得是很感恩 所以我一直以來的夢想 我沒有放棄過 直到有抑鬱症之後 我更加覺得我所擁有的東西是 來得不容易 所以到今時今日都入行十年 我會可以 雖然中途經過了很多的風波 無論是你當金錢上 家庭上 事業上 但是 尤其是抑鬱症之後 我就會覺得 I was very right to never give up on any of my dreams 那 所以 當我現在差不多很多夢想都達成了之後 我現在的新的目標的夢想就是 我很希望可以透過我的歌聲 透過我的戲 透過我可能做的訪問 去幫助其他人 實現他的夢想 那 我覺得應該每一個人 實現了他的夢想之後 就開始去給一些希望 給一些 柱光 他身邊的人 因為你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例子 去給他們看到 其實堅持自己的夢想 是不容易 但是當你達成到的時候 你會為自己而覺得很驕傲 我一定要保持這個態度 去給所有的粉絲 還有所有的觀眾 聽眾 朋友 去知道 其實達成夢想 不是一樣 impossible 不是一樣 沒有可能的東西 是可以帶來的 也都我覺得夢想和愛是一樣的 你要救愛那樣東西 它才可以是你的Dream Job 或者Dream Lover 那所以 只願我們有夢想 只願我們有愛 我覺得 Anything is possibl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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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